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和咔咔一同来看一下关于文家音的一些话题吧 文家音的母亲是一个钢琴家 其父亲是一个物理学家 两人当初在德国开始相恋并且走到一起的 而文家音同样是出生在德国当中 在德国生活了一段时期 自小学三年级时候 才开始跟父母一同回到了韩国当中 在回到韩国之后 文家音便凭借着出色的形象 被心探索看中 从而正式地出道 在十岁的时候 文家音便开始不断地揭拍一些广告 成为了一名同心模特而正式地出道 在十二岁 文家音就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剧集作品 《堕落的天使真宁》 成为了同心演员逐渐地走上了娱乐圈的道路 最开始的时候 文家音凭借着自己出色的形象 同样是不断地揭演着一些出色的作品 比如和朴珍熙等等搭档的宫女 和吴秀妍等人搭档的甜蜜的人生 早期文家音并没有像其他的同心演员一样 专门地去学习表演以及发生的基本功 而是一直在不断地自学 最开始的时候 文家音其实感觉自己和其他的同心没什么不同 但是随着时间不断地推移 文家音也逐渐地感觉到了 自己身上还是缺少着什么 所以之后文家音便开始更加系统地学习 将话剧 电影作为了自己奋斗的一个目标 在不断地学习过程中 文家音也不断地出演着一些不错的作品 比如《杀人漫画》 卡特等等 可以说文家音当初已经在韩国娱乐圈里面 有了一些不错的名气 不过后来 文家音经过了更为系统的表演学习之后 则是真正地迎来了他演艺生涯的高光时刻 可以说文家音逐渐地从同心 蜕变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演员 而这些也跟他不断地学习有着很大的关系 因此后来他通过不断地学习 而真正地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在18岁的时候 文家音开始参加了高考 因为之前早已确定下的目标 文家音便考入了成军馆大学演技艺术系当中 开始了对于表演的一些系统性的学习 在大学期间 文家音一边在学校当中不断地进行着学习 一边也不断地在学习之余拍摄影视作品 本来文家音感觉自己能够很好的把控这种方式 不过最终在大三的时候 还是将重心完全放在了学习之上 因为他感觉一边学一边拍 确实能够继续增加实践的经验 但是这种经验自己早已经有了很多 现在仅仅是补充自己的各种理论知识而已 便开始逐渐沉寂下来学习 所以在16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 文家音便很少接拍一些新的作品了 而在毕业之后 文家音才开始继续寻找一些新的资源 当时其和金轩湖等人一同合作了一部 加油吧 危机机二 在这部作品里面 文家音是充分地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演技相互结合了起来 所以很快便被众多的观众所深刻了下来 而其所饰演的角色是初恋后的严冻女神 所以当时文家音也被很多的观众 语为了初恋戏女神 这个称号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角色 主要还是文家音确实是能够担当其初恋戏女神的称号 因为她本身颜值也非常的在线 自然是会不断地被观众们认可的 而这一次文家音便正式地迎来了自己演绎的高光时刻 在2020年的时候 她和金东旭一同合作了一部《那个男人的戏》吧 这部剧集在开播之后 收获到的首饰和口碑都是非常的优秀 并且很多国内的观众都是通过这部剧集才认识到文家音的 所以从这时开始 文家音便逐渐地成为了寒流中的一位明星 而如今的她也才25岁 确实还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之后就搭档了《车银忧》 一同出演了《女神降临》这部剧集作品 虽然这部剧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校园剧 但是有着文家音的出演 还是能够让观众们接受的 并且在观众的时候 其中的剧情同样是非常的轻松 而文家音所饰演的角色非常富有层次感 从一个因为自己样貌而自卑的人 逐渐地蜕变成为了大家眼中的女神 在故事中见证了角色的成长 无疑就是非常出色的作品了 而文家音多年的演艺经验 让她也能够更好地驾驭各种不同的角色 如今她已经脱离了小时候那种青涩的样子 不仅形象上面更没出色了 而且演艺经过学习也更加的自然 所以咔咔相信 文家音之后还会给大家带来出色的作品 并且文家音也是一位男神收割机 下面继续和咔咔一同看一下 关于文家音的恋情生涯吧 在文家音早期出道的时候 因为年龄太小的员工 所以自然是不会有多少的绯闻传出 不过随着文家音不断的成长 也逐渐到了情动初开的年纪 只不过当初的她 更多还是以学业和事业为重 而文家音第一次被爆出恋爱绯闻的时候 就是在她成年之际 当时她拍摄了一部《我的邻居是EXO》 在其中和EXO的成员进行了合作 当时这部剧播出之后 因为有着人气男团EXO的加谋 所以自然收视率也就是非常的高 而在剧集拍摄完毕之后 文家音就和鞭博贤 两人传出了一些绯闻消息 因为两人当初是一起同台 不断地进行甜蜜互动 单单是这一部作品 就让文家音被誉为了男神收割机 而因为文家音和鞭博贤 两人还是走得比较近的 自然也是传出了一些绯闻消息 不过文家音对于这一段绯闻 也是没有承认过 毕竟她认为 这仅仅只是两人之间的一次合作而已 所以随着时间不断地推移 两人也就很少继续通弹了 这一段绯闻消息 也就慢慢地淡了下去 而之后第二段的恋情消息 就是在18年的时候 当时她和宇赵焕 一同合作了一部伟大的诱惑者 因为在拍摄现场 两人的互动非常甜蜜 所以他们两人也是传出了很多的绯闻消息 因为片场中的人 确实都看到了两人不断互动的画面 但是这个消息爆出还没多久的时间 双方的公司便直接选择了否认 只是说文家音和宇赵焕 只是比较亲近一些的朋友和同事的关系 不过这一个解释也没有上大家信封 毕竟两人之间也没合作过啥作品 为什么第一部合作的作品 就能够在思想有着非常亲密的互动呢 如果公司否认之后 文家音和宇赵焕 两人也没有选择继续回应 而在拍摄完这部作品之后 两人也就没有再继续合作过了 所以这一段恋情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倒是文家音目前在外的感情 还是一直处于单身的状态 其实想一下也是 毕竟文家音现在年龄也不算大 没必要非常急切地寻找男友 更多的 他还是希望自己更多地发展一下事业吧 文家音每一次出镜的时候 总会为大家展现出一种朝气蓬勃的样子 所以他的身上也是潜在着无数的可能性 因为形象给人非常清传的感觉 所以即便是身穿校服 也不会让大家有着太多的违和感 自然也就是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初恋女神 而他并不仅仅是靠着自身的魅力 而不断地戒严影视作品 更多的还是凭借着一步一个脚印 而发展着自己的事业 所以文家音是一个值得被期待的优秀演员 他未来的发展应该会有着更为出色的天地了 那个男人的介意法女神降临 才仅仅是文家音的一个开端 相信之后他还能有着更为出色的作品 带给观众们吧 一起期待着文家音不断地成长下去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